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堂课是学到与修到的好处 人生的价值在于何处 每个人都想追求成功 那成功的意义对我们来讲到底代表什么 其实每个人对成功的解读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所生长的环境家庭背景 每个人设定的这个目标是不同的 但是我们常常在往外面去追求这些名利财富地位 甚至是很多面向爱情等等 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什么 这两天我们的枢纽大德 也在我们两天的课堂一开始 给大家一把的钥匙打开心灵的钥匙 我们就是要利用这一把打开心灵的钥匙 来开启我们生命中的宝藏 特别感谢白洋电视台提供了我们一段访谈的影片 那平常他很热心的服务 那在他早期也参加过很多的这种行业以及训练 那在几年前他曾经去参与过教育训练 担任教育训练讲师 而且他执行了非常成功 在他担任这个企业讲师的过程之中 他和各个不同的单位合作 也创造了自己一个非常辉煌的一段 这个算是历史吧 但是在得到了这一些 他所想追求的这些财富和地位的同时 他也面临到了他人生没有办法去想象 非常疑惑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身体出了一些状况 那据他描述 当时他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 这个市场非常的热络 也因此导致他有这个机缘 那到底详细的情况是如何呢 我们现在就邀请大家 我们共同来欣赏这一段的访谈 那这个市场的需求量是很大 对然后有一次最明显 就是我接那个投资理财的 投资理财的是一单签下刚好80万 80万就是我们分成 大约在十个月以内把它上完 而且我连续上三个月 其实每一场都很爆 每一场都很爆 那时候抓到人性的弱点 譬如说你投资理财对你有利的话 大家眼睛都真的很亮 还有老一辈子会讲 你不曾想贏要想想输 所以这些话但年轻人都听不下去 听不下去来说这个是老 老一辈的经验 老头脑 对 不要小贪 所以三个月整整 每一场都很爆 我看到上完之后很多人 就是从他的包包里面提出来 都是现金 而且你看钱也这么多 所以大家都一直想投资 对我们也这么赚钱 公司也这么赚钱 这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都是大把大把的投资 结果他们都没有问题 我有问题 那时候是身体出了问题 那时候我到晚上12点的时候 长短针要两只要跌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心悸 心悸很严重哦 快要休克那种感觉 胸闷了 对胸闷吸不到气 最苦的就是求不得苦 我们常常要要求这个 我们要追求那个 但是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之中 得不到 求不到 然后我们自己就产生了 堕入了一个非常 罪恶的 一个悲观的一个巡回 让自己失去信心 失去信念 往往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 让我们要去追求 我们所要的这个东西 但是又得不到 在历史上我们非常有名的 我们知道六祖慧能 他后来做了一首诗 一首记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是一个修班道非常深的一个境界 因为已经不会透过我们的 眼耳鼻舌深去感受这个世界 甚至是透过我们的意识 以及更深的阿赖耶士莫拉士 去真正的看见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间的一切 人事物 那进入这样的境界之后呢 正如《经经》里面所言 所看到的东西都已经超乎 他原本在人生中所学习到的知识 而是真正用自己的真如本性 来看这个世界 因此观空亦空 空无所空 所空既无 无无亦无 无既无 湛然常及 及无所及 欲起能生 欲望不会生 欲继不生 即是真净 真常应物 真常德性 常应常进 常清净你 如此我们的心就进入到清净 但是后学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实神秀大师 他所做的这一首记 更适合我们现在进入初步的修班道的这些家人 一起来体验 神秀大师当时在六祖会能之前 先做了一首记 身如菩提树 心为民进台 时时情浮事 然后呢 不时惹尘埃 我们其实在人生之中 我们进入修班道的第一个过程 我们其实就是应该要常常 让自己的身能够更加的谦虚 谦恭 然后呢 去虚心的学习 然后常常服事 擦拭自己的心 然后呢 让自己能够不受到很多不好的资讯 所影响干扰 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圆满 那我们看到 刚刚许潭祖 就是因为 他非常的非常的执着 希望能够创造成就 因此他跟了这个 他本身也认为不好的这样一个团体 一个团队搭配 然后来吸金 做一些其实是违板 一些道德人意上的这一项事情 然后获得一笔非常大的财富 但是后来反而造就了自己的这个因果 导致自己身体不好 所以生活的品质 其实不是靠这个物质去衡量 而是用感官去感受 那如何用你的感官去感受 其实最重要不是用你的眼耳鼻舌声 这些所谓的六根里面的五根去感受 最重要是你的心 用我们的心境来感受 你才能够真正的圆满 因为不管如何 真正能够感受到幸福的 其实都是在你的内心 真正感受到温暖 还有幸福感 你才会真正的感受到快乐